本期節目由FUNBOX贊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曼史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最新的戰鬥陀螺 就是 那在開始介紹前 一樣先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這次我們也有抽獎喔 題目會最後告訴大家 記得要注意收看節目內容 好我們看回這個陀螺 感覺好像真的一陣子都沒有新品了 那麼這一代會是DB世代的最後一款陀螺 接下來就要迎接BU世代囉 這一代的抽包一共只有五顆 是將歷代的主角陀螺全部都魔王化配色 可以看到外盒這邊有介紹 簡單來說就是全部變成貝利亞配色版本啦 不過老實說這個配色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光是看盒會就真的讓人很享受 而且這次除了新的軸心 ZNXC的強化版部件都有收入喔 以前都只能買陀螺盤套組的軸心配件 這一包就全部含給你啦 然後部分零件也有特殊的異色版 這次裡面也還會有 稀有黃金版的戰神混入 等等我們就來看到 能不能抽到這顆黃金的永恆戰神啦 好那麼講那麼多 我們現在就趕緊來開箱吧 GO 首先我們先從01千王看起 那我們這次抽到的是原色版 這邊是他的零件 可以看到他的東西跟原色的配置是相同的 比較特別的是這顆黑色的9號戰甲 那要看相關的配置介紹 可以點右上角來回去複習 我們先來把這顆裝起來 這樣就是永恆戰神LG V-9 魔王配色版 我們來跟原色的比較一下 這邊可以比較明顯看到 是霸斗臉邊的圖騰 魔王在這邊是沒有上的 但是這個配色看起來真的很不錯 這個配色轉起來 就是會給人家有一種很凶狠的感覺 我們再跟貝莉亞來對照一下 可以看到貝莉亞的基本五色 黑白紅金藍色都有上去 這個是十足的魔王配色 真的是有帥到 好我們接下來看下一顆 接下來是小千王02風暴勇士 配置是XC-Z 然後1B還有附一個紅色的盾套 這邊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1B裡面是金色鐵喔 然後要買戰鬥套組的零件 現在就下放通販了 就是這個Z部件 這個Z部件在DB盤裡面 一樣是很好用的喔 我們一樣把它組起來 跟原色比較一下 好這邊可以看到這個原色 這樣搭起來意外的搭耶 不過兩者比較起來 這個魔王的配色也是非常有味道 畢竟之前艾卡也有曾經黑化過 所以這個黑化戰看起來就還蠻合理的 然後天龍跟勇士都沒有升級成DB系列 希望之後能夠再BU出現啦 好接下來是03的無限天龍 配置是ZN-X 然後1A然後附一個箭套 這邊這個戰刃看起來 無限天龍的中間就黑了許多 輪廓比起其他顆比較看不出來 再來1A的部分也是金色鐵喔 軸心稀有的X部件也一起下放到通販了 不過這個X要在DB盤使用 就需要比較多的技巧 最後一樣跟原色的來比較一下 超王的天龍跟勇士 他們的基本配色組成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顆原色的顏色配起來也是蠻漂亮的 不過翻過來之後 這個原色配色就真的很花俏了 還是由統一一個顏色會好看很多 再來是04的超級賀伯龍 配置是GG鐵、MDM跟4A 這個GG鐵是血紅色的 真的是很有魔王的感覺 然後這個賀伯龍跟賀里歐的金盤都很有趣 他們給的這個晶片是二代的 配上的那些軸心也是二代的 但偏偏戰刃居然是給一代的戰刃 不曉得是不是要讓這五顆 可以有更大的共通性 所以做了這樣子的選擇 然後軸心的部分是新的軸心 鐵蓋版本的DM軸 上面這個鐵蓋也是有修改過的 不會傷此刻的版本 然後這兄弟倆一樣都是沒有DB版本的陀螺 也希望能夠在BU裡面見到啦 好一樣我們最後來跟原色比較一下 這顆比較起來就更看得出這個顏色上的差別了 背後是長這個樣子 好最後一顆是05的王者賀里歐 配置是KR、HCH-跟ES 這個KR鐵真的是超強眼的 兄弟倆一紅一藍 該有的元素都是有保留 然後這個金盤啊 晶片也是二代的晶片 但是戰刃一樣是給你一代的喔 再來我們看新的軸心 是加高版的HCH- 哇我對這顆期望很高啊 加高版的CH軸希望能夠在DB場上 能夠有不錯的表現 然後它的底部這個紅色看起來也是非常的殺 只希望這個不會太容易掉漆喔 那最後我們再來跟原色比較一下 這顆跟賀伯龍一樣 就可以明顯的看出兩邊的風格 真的是差異的非常的大 背後是這個樣子 哇這顆背後翻過來真的是非常漂亮 好那我們把這五顆都介紹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稍微調整一下 等等來做一個5G對決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五顆對抗這五顆 魔王方這邊我把天龍跟勇士的晶片對掉了 這樣比較容易看得出來他是哪一顆陀螺 那我們其他的部分都不動 然後我們來對決原色這五顆 來幫他做一點輕改裝 看看五顆官方配了魔王陀螺 到底能不能夠擊敗原色的陀螺 接下來就來看看他們的實力如何啦 變成一個 Suchout 呢 一架五顆 就是眾試AV 就等了 做成一魔羅 Roux 挖幹 枕竹 ,鞭 枕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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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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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ing but there's no way to go 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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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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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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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看完以上的對戰 沒想到最後居然是原色的顯勝 那個戰神的V軸沒有覺醒 還是比較吃虧一點 其他顆的對決也是充滿驚喜 居然有快要停了才把人擊飛 果然有時候玩完非主流的配置 還是非常有趣的 那麼節目的最後 我們就來公布抽獎的題目啦 請問這次帥氣魔王配色 你最喜歡哪一顆 告訴我們為什麼吧 小提示 說出你最喜歡的一顆就對了 抽獎方法請在下方留言答案 將會在3月28禮拜一抽出幸運的觀眾喔 抽到的一次給兩顆啦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開箱 接下來4月就要來迎接新的BU世代囉 我們就一起來期待新功能是什麼吧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字幕提供